我们非常谢谢郑伟非常详尽的说明 把我们官网的功能都在这边介绍了一遍 接下来就是媒体询问的时间 会晓得是哪一位媒体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要在这边提出来的吗 举手的时候可不可以就稍微唱明一下 你的单位这样子 穿粉红色的衣服的 你好是TPBS的一伦 想问一下刚刚说 经济部这前四百万的好试券是不用抽的 但不用抽大家就会先抢先赢 有测过压力测试吗 这有办法吗 另外刚刚讲到这个代码应该就是识别的功效 那它是我只要把它截图 我要放在手机里面还是 我要怎么去店家 每一次出事这一步 它怎么跳出来 好那这个问题 我相信我们郑伟是最熟悉的 好没问题 我想就是当然我们就看去年三倍券的经验 在一开始数位绑定的时候 确实有个别的银行或者个别的信用卡 或者就是电子或电子票证的网站 它一开始就是流量比较大 确实是这样就是有限速的情况 但是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有另外的账户 我就会跑去绑定别的账户 所以是就是那一家业者的损失 然后是另外一家业者的获益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设计是分散式的数位绑定 所以它不会同时全部都当机 或者不会同时全部都限速 而是说如果那一家特定的银行 或者信用卡的业者 它的流量比较高 它启动流量的线速等等的话 那可能你可以等一下 或者是你就去绑定别的数位的支付工具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那另外就是代码怎么出事 是不是 如果是电商的话 那当然应该是复制铁商 那一组优惠代码 那如果是面对面 就是零贵的场景的话 那手机直接秀这个画面是OK的 就是如果你截图是OK的 但是这个QR Code 因为我们目前设计是每30分钟会重新产生一次 所以如果这个店家真的很想要知道 你5000块是不是有消费网等等的这种动态的资讯的话 它可能就会反扫 那如果反扫的话 那你可能就需要在消费前30分钟以内 再次登入我们的官网去取得这样子一个QR Code 来确保说这个额度的资讯是最新的 但是如果只是你有没有绑定的话 那一个截图事实上是一样好的 因为这个截图里面的代码它就可以去反差 知道说你绑定什么数位工具等等 以上先往回来吧 比较简单的说法一定应该就是你在银行做绑定的时候就把它截图下来 那有人就问什么是截图 你就把它那个相机的镜头拍起来拍起来 这样也是一种方法 就可以出事 就是未来如果店家有提供相关的优惠的时候就可以出事了 这是比较简单的解法 比较难的这个 也有下载的按钮 我们目前看到有几家支付工具 就是在完成绑定的时候 它会很贴心的说请按这边下载一个PDF 所以甚至你要就是印出来都是可以的 对 只要这个店家有这样的优惠的出事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手机的照片或者是解锁出事给这个店家 好 接下来那是刚才3D的基属朋友 那询问 你好 是位3D的陈嘉文 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力推这个数位绑定吗 那除了这个钱多少人可以拿到这个好十元五百块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优惠可以再更刺激大家 就是全部都来绑定这个电子套准 我觉得这一题应该适合我们金管委员的陈嘉文来回答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昨天好像还开了记者会 不知道是请这个冲副主委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 其实金融机构这一次可以用它的支付工具 来共同来实现政府的这个振兴的这一个数位券的发给 是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兴奋 所以在整个促销上面也给足了权力 所以昨天在整个院长去主持来致辞的一个启动大会里面 我们也看到所有的金融机构不管你是信用卡电支电票的发卡机构都全力在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目前依照我们的统计所有的金融机构大概会有提供462份的这一个回馈包括了整个加起来是33亿台币的加把回馈 主要的回馈大概有五个部分 第一个是绑定的加码 这个部分就是会有157万份 另外会有消费的加码 那还有这个抽奖礼 也有店家的消费的优惠 还有其他五种类各种来吸引所有的持卡人共同用这个数位的方式来消费 因为这个部分也可以减少群聚 那也可以在整个使用上面可以比较不受到各种时间上面的限制 有很多的一个优点 所以金融机构也会给足了权利 会给力 而且会用这个各种方式来让持卡人觉得用很幸福的方式来做这样的消费 以上报告 好谢谢我们秋部主委的讯息 事实上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官网里面已经有收入了40多家银行 这一次参与我们五倍券加码的银行 他们推出的相关加码活动都会在官网上面行事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参观比较 然后选定一个对你来讲最优惠的那一家 然后去进行防径这样子 好接下来我们是麻烦工商 工商时报苏兄弟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加码券的部分 我们在一开始预约登记不是就有勾选说我要参加加码券的抽奖吗 那以后我还要每个礼拜去登记吗 那这上面写说每一周登记的时间是到礼拜五截止 我想请教这个部分 这边要来回答一下 我想这里我们可不可以回十三页就上一眼 好这边讲的是说 如果你任何时候有登记就是抽签加码券的话 不但是它的那一周而且之后的每一周你也自动都有中签的可能 都有中签的资格 所以您刚看到官网的意思是说您开始第一次登记的那个时间 因为我们只有四周所以你如果第一周抽完了再来登记 我们当然不可能回溯的让你中第一周的这个抽奖 所以这边的意思是说您如果第一周到后面 好比像说第一周的礼拜五才开始登记的话 那你就只能抽第二周第三周跟第四周 但是不用登记三次 意思就是922开始可以登记加码券的时候就来登记吧 就不会有困扰了 好 接下来我们麻烦钟时谢谢 钟时提问想请教一下 数位券的部分民众使用的话我要怎么去查询余额 因为有时候可能消费间隔比较久 那民众可能记不起来我到底消费剩多少余额 这部分要怎么去查询这样 然后我数位绑定的部分比如说我先绑定了A 但是后来后面B可能推的比较好的优惠 那我是不是可以反悔或是去变更绑定这样 另外想要请教经济部的部分 去年三倍券的部分数位绑定的部分比例很低 然后这次推了这么多加码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带动 然后之前部长的目标是说希望两成 那目前是不是可以更高这样 因为好像民调之前是超过五成的民众 还是想要领值本券 那我们有怎样的因应 如果说加码部分领不完的话 是不是要怎么处理这样 谢谢 那个我们次长是不是要先回答 谢谢 谢谢我们中时这边垂寻的那个第二个问题 我想这一次的一个这个数位的一个这个振兴券 事实上我们是有很多的一个这个投入 希望让这一次的数位的一个这个振兴券 所使用的比例能比去年三倍券的那个比例还高 那我相信这个目标一定是可以达成的 那部长已经有明确讲 我们以两成这样的一个这个基础来看 而这次的那个数位这个振兴五倍券的一个这个使用 那当然那怎么去让这样的一个目标能够做到更大 事实上刚刚我们听到有从这个使用端的加码 那我们也在努力从这个店家端来提供优惠 让店家设立更多的一个数位支付的这样的一个提供的一个服务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这个传统的市场这边的摊商 或者是夜市的摊商 我们经济部这边从摊商的一个设置这个数位支付的一个 所增加的成本的补助 我们提供一次1800这样的一个手续会的一个的补助 那我们希望说小店家或者是这些摊商都能够来设立这个数位支付的能量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从供应端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 那另外一个部分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对那个这个相关的餐饮业者 我们也有这个数位服务的这个资讯服务业者 来帮他们去建立这个数位支付的能量 我想这个部分都是提供一些优惠 从供应端来强化 他们提供数位支付的服务能量 那从消费者端跟这个供应商端这边一起来努力 我相信我们的一个两层目标是绝对是可以来落实达成 那我们希望当然充斥更高的一个比例来努力 谢谢 好那在第三页的右下角有查询绑定状况的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在就是5000GOVTW这边只要按查询绑定状况 那就可以知道 那也回答您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您在查询绑定状况这边是已经有做任何一种个人的数位绑定的话 就算后面有其他的品牌的优惠的话 也是不能再切换的这个是跟去年最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个绑定的状况 我们在这边是以你的支付工具告诉我们 你的消费什么时候满额等等的这个资讯来显示 那但是每一家支付工具可能在他自己的网站或者APP上面 可能会有更细的包含说 他消费之后几天才能够对领等等 才能够回馈 他回馈要等一个星期还是等一个月呢等等 某一种支付工具他在一开始绑定的时候应该就会提示给你知道 那那边会是比较详细的 我们这边是绑定哪一种 那他是不是有满额这样 刚才又这位记者朋友讲到就是说余儿的查询 除了刚才郑伟讲的这个在5000.gov.tw来查询以外 各个发卡机构你可以跟他去做询问 因为发卡机构本身他也有很大的这个客服 也有电话也有智能客服 另外就是依照他的这一个工具他本身有他的这个 这个账单寄送的频率 像信用卡的话是月账单 所以在账单上面一定会显示 你现在回馈多少余额多少 那如果是电子支付工具电支的部分 目前依照他们的设计是每周 所以在每周的部分可能就是可以看到相关 你可以查询你需要的地方 所以这个部分也跟大家做一个补充 谢谢 谢谢 好就是不同的支付工具 他可能有不同的回馈方式 那这一次就是不用消费满5000块 才领一次5000是你消费多少 他可能信用卡每个月就给你相关的回馈的概念 那接下来我们是麻烦联合 不好意思联合报 这个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那个在经济部的新闻稿上面有说 领选出48家数位支付业者 在40家金融机构的力挺下 然后这个加码优惠合计预算金额为新台币33亿元 请问这个33亿元是指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数额 还是说这个金额我想再请教一下它的来源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 在新闻稿里面也提到说 在这个好识券的部分有机会可以抽中GoGoro 那我想请问一下有几台可以抽 第三个问题是 后面有这个附件 就是说最后有提到 这个有一个柱 说有电子票证4家 行动支付业者8家 以及信用卡业者31家 可是上面附件又说有48家 两个数字好像对不太起来 这个想请教一下说 这个数字是有重叠还是怎么样的 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出入 谢谢 好那我简单的说明一下 有关银行端的回馈这个部分 是当初他们在跟我们经济部提案 要参与五倍券的这个时候 他有提出来的加码金额 不过我相信通过这个金管会的呼吁之后 未来上到我们官网各家银行的 这种加码的额度应该会再提升的 那不过这个当初的33亿是所有加码的银行支付业者 所提出来的初步的一些金额 那另外哥哥的部分 目前已经有跟我们说他们想要赞助了 只是我们目前还在跟他们谈说 应该要怎么样子抽 因为在去年哥哥提供20几台的 这个电动摩托车 让我们来抽奖 所以今年的部分我们也是会跟他们一起合作 不过详细的一些做法 我们事后会再提供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那个48家金融机构 因为有的金融机构 它是有行支有信用卡 或者是它同时都有 或者是它有跨支付工具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最后面的48家 都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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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们的目前猜予五倍券的这些金融业者的家属这样子 那以上跟你做一些补充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那个 好像提到好识卷的部分 我们市长这边 有没有要来做回应呢 对 还是 回答完了吗 OK 好 不晓得联合的记者 这样OK吗 好 那接下来 台湾新新闻来 请 唐政委 我那个 以下我请教你的 就是有关于 现在那个金管会这边 有关银行的这边 有四百万不必抽签嘛 那经纪部也在推这个 要提升这个数位绑定的 这个提升率到两成 昨天部长有在记者会上有讲 那还有据我了解 交通部有一个国旅券 有一千块的国旅券 那 那个农委会 还有什么客委会 文化部什么都有 那这些重复绑定的这些 会不会 会不会受到好像说 如果说彼此各夸部会都在绑定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绑定人的权益 这方面是不是唐政委 还有那个交通部也说明一下 十三页可以先叫出来 再请 我们那个交通部的长官 你要不要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国旅券的做法 那等一下再请唐政委来做说 我想谢谢大家的关心 其实刚刚那页也很好 我这边这样讲 其实我们去登记加码券的时间 可以从9月22到10月29 刚有一张表 但事实上要抽是每周会抽 譬如说我宣传一下好了 交通部的国旅券第一次抽 是在10月12号 10月12号 那你的登记加码券要在上一周的礼拜五 就要完成登记 也就是说你要在10月8号就可以 要去完成登记 那天运气好 你就可以抽到国旅券 但没有抽到国旅券没关系 后面还有好几种加码券 都有机会让你抽中 那如果你音信真的很好 在11月12号 你就抽中了我们的国旅券 那可后面还有三次 那你可能就不能再抽国旅券 但其他的加码券还是可以抽 如果你音信很好 你每一周都可以抽到一种加码券 不会重复 你抽过国旅券 后面就不会再有国旅券了 你给四周就抽到四种加码券 所以我大概回应是这样子 那我看国旅券的部分 借机会广告一下 因为我们9月17号 在我们观光局的礼服中心 就是大家所示的 比较靠近松山机场 东华北路240号 有详细的说明它的内容 那大家如果说还想知道 有什么好康 那可以去实际去了解一下 我们对象就是我们的旅行业 旅宿业 观光游乐业 还有林友温泉标章的业者 那他们当然也会跟金融会一样 会包装出很多 会让大家这个惊讶的一些 这个套装产品 以上说明 谢谢 谢谢次长 那不晓得郑伟也要再补充一下 那刚才提到好时券 不用筹签 那个不是金融会 是经济部 是刚才商业司所提供的 那好时券跟五倍券 它是在同一个数位绑定的这个账户里面 那我们到下一页 如果到好时券所适用的这些地方消费 而你两个账户里面都还有余额的话 那会从好时券先扣 希望有回答您的问题 好 不晓得还有没有哪一位 自由时报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想确认一下 刚刚所说的这个 各部会的振兴券 这个从这个十月份中旬开始 这个轮流四周抽签 确认一下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民众都必须先登记 也就是透过数位绑定 才能够参与抽签 如果不是数位绑定 数位绑定五倍券的话 我就不能参与振兴券的抽签 是这样吗 然后第二个问题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在紫本的五倍券的领取 这次有分两T次的领取 那然后请问那什么时候可以 会开放民众最后可以到邮局 来临贵领 有这样的规划吗 我想刚才提到的就是加码 我想我们看到的共同加码 确实是从数位绑定来的 但是如果往前一张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加码 它不一定从数位来 它也可以从纸本来 甚至你数位跟纸本都还没有去预定 都还没有绑定的时候 也已经可以来登记加码券 所以其实这个加码券 它是任何有资格领五倍券的人 都可以来登记 它领完之后来登记是可以的 领之前来登记也是可以的 这两个并没有实序上面必然的关系 那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就是 左上角是两个图示都有 就是不管你是纸本还是数位 只要你有资格拿五倍券 那你也同样有资格来登记加码券 希望有回到这部分的问题 那邮局的部分可能就是 我们整个使用期间 只有在一开始邮局会需要打电话 或者到官网预约 那之后整个使用期间 就是纸本五倍券的使用期间里面 以我的理解 就是在邮局的营业时间就可以去邮局取得 这一点跟去年是相同的 好 谢谢郑伟 接下来益传媒 益传媒记者有提问想问一下 因为在纸本领取上面 就是看到这个纸本预定的方式 分成两个方式 一个是透过这个五千的这个官网 可以去超商或是药妆店门市领取 可是如果是邮局的话 是不是就是一定要偷 想确认一下 是不是一定要透过邮局的官网 或是电话预约才能去邮局领取 那也想就是特别想问一下说 其实这一次就是政委在设计 这整个平台上面 尽可能把各部会跟各种领取方式整合 那为什么最后这个邮局领取的方式 没有被整合进来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第九页 就前一页 好 那确实就是这一次的电话预约的系统 是邮局自己的 那我们并没有把它变成一个就是一般性的都可以打电话就约到任何包含药妆店或者超商超市的这样一个系统 好 那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去年其实是我记得没有错到还是同时开始就是你在超商领跟在邮局领应该是同一天 但是其实超商超市药妆店的点的数量就是可用的电的数量应该是邮局的差不多十倍左右 所以其实当它是同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邮局的那个压力是比较大的 而这个超商超市药妆店压力是相对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今年是在时间上面去让它错开 让一开始就是一定大家会想要先领到的这个是由上一页的超商超市药妆店来消化 那是到下一波就是9月25到10月1号都没有来做预定 但是它又想要领紙本的那我们稍微等个几天 然后在10月4号才开放预约 那我们的预期是说到那个时候就是既没有绑定数位 也没有去预定的人已经会比较少了 希望是到最后只有最后的十分之一左右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是邮局能够消化的一个量 希望有回答您的问题 好 其实疫情的期间那个邮局也很怕群聚啦 所以他们特别有为了这些长者设了那个电话的预约专线 听说他们100线左右 所以长者如果要去邮局也可以拨打这样的电话 其实是很方便的 好 那接下来是不是还有哪一位媒体还没有询问到的 联合的好像还有进一步的追问 谢谢 不好意思 只是询问一下 因为刚才有讲到说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合计达到33亿元的这个优惠加码 有没有一个目标说希望他们再加码到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还是说就是说我只是想询问这个目标有没有一个数字这样子 副主委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吗 那张伟委回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 当然是希望金融机构尽量给力继续来支持相关的这个刺激大家去使用这个数位的方式来消费这个五倍券 那目前为止我可以跟您报告就是33亿的来源 是所有金融机构共同的这个提供的 它的包括是绑定的加码金是5.3亿 那消费的加码回馈金是5.1亿 抽奖礼是0.6亿 所以店家的消费优惠是17亿 还有其他可能满额它有一定的奖项相关有5亿 所以整个加起来目前是33亿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金融机构可以继续给力可以继续来增加 这样子大家就是会更喜欢用这个数位的方式来消费 也是金融机构它推广它的支付工具很重要的目的 我们希望这些都是多赢的所以继续金融机构也希望继续加油 谢谢 还是要问一下加码券抽签 就是我们四周然后有每天是上下五个抽一种 可这样看起来是抽七种券 所以如果是没有绑定数位的民众也就是他选择预定值本 他就最多只能抽七种券 然后如果他想要连好识券也要得到的话 就代表他必须要绑定数位是不是这样 谢谢 那个我们次长来回答一下好了 我们主打的 谢谢 我们好识券非常明确 他是必须要绑定数位才能拿到这个好识券 而且他不用抽签 只要这个前400万名都会拿到我们的好识券 所以您刚刚那个说明确实是这样子 我们要绑定数位的振兴券才能拿到我们的好识券 谢谢 好 所以我想确认只有值本的民众他就最多只能几种 对就是这个概念 他最多只能 其实也不是这样讲 因为大家都是最多只能四种 因为我们只抽四种 所以其实大家最佳的策略就是勾四种你最想要的 好 再来 谢正伟说明所以我又更好奇 就是说民众在登记的时候只能选最多只能勾四种他最想要的券 没有没有你都可以勾 我现在只是在讲说 因为你如果全部勾的话 那里面有一些你比较想中 有一些比较不想中 但是你如果中了你比较不想中的 它会排挤掉在那一周之后你中你比较想中的几率 所以从这个博弈理论来讲 就是如果你这七种你都想要当然就都勾 但是如果这七种里面你有四五种比较想要 那都勾那些你中的几率稍微高一点 所以那个像比如说因为那个第十三页有说 比如说国旅券是每周二上午 所以每周二上午就是专门抽国旅券的意思 然后假设我在某一个周二上午中了 那周二下午的爱人券我也还可以继续抽吗 那一周你就不会再中 不是爱人券 对你要下一周 一周的中签次数是一次这样子 对好好像是中央社 不好意思政委那我们是确认一下 就是我们目前八种券 所以数位绑定的人才可能有四加一的机会 对吧然后再来是如果你是指本的人 你就是七种券抽四种 你只要都你只要抽中四种 后面其他券就不干我们的事这样吗 可以帮我完整说明一下这一段吗 好的 对如果你是前四百万个绑定数位五倍券的 那自动会获得好识券这部分免抽签 那么我们在这个表上面看到的是每一周的抽签 那我们在就是一开始做登记的时候 每个人会有一个序号 每个人会有一个一个号码 那这个号码呢 你就把它想成是它的尾码 好比像说假设最后两码好了 那国旅券会抽出一些尾码 那这些尾码在那周之后就不会再使用 所以之后到埃园农游义放动资客装地创的时候 就会再抽出一些别的尾码 那但是到下一周的时候那这些就是求又收回来 那但是这个时候国旅券还是会再抽 但是国旅券自己里面不会重复这个号码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横行在就是某一周里面 那每个人只会中一次 那纵列就是在某一种券里面四周 你也只会中最多一次这样 好不晓得 要忠实 我想确认一下 那如果说 因为各个大家还是会选 比较想要的嘛 那如果最后抽完了还有剩余的鱼儿的话 那各个圈可能鱼儿不一样 那要怎么处理这样 谢谢 那怎么处理啊 我们是不是就邀请这个哪一位 还是文化部的 去去年一放卷有经验 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真的有一卷的话 你们大概会是怎么样来处理 这样好吗 因为可能各部位的处理方式不见得一样 当然我们现在因为 好 这次一方卷数位的部分 我们总共准备了240万份 那纸本卷的部分准备了60万份 那依照去年的经验来讲 应该是会全部都被抽完了 很难想象 因为刚刚讲了 并不是数位绑定才可以抽加码券 而是全民都可以抽加码券 所以在这样的概念下 我想是应该不会有剩余的 以上报告 谢谢 好 希望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这是政府部门的预算 他不会让他写在那里的 其他卷的 其他卷有剩的话 你不能挑一个大家最喜欢的 动字卷也是大家抢破头啊 那如果比如说地方创生券 他还有剩的话 那剩余要怎么处理 或是其他新的卷这样 既然都点名地方创生券 要请地方创生券说明 对对对 都来了就来说说话 跟大家介绍一下地方创生券 对啊 感谢刚刚的提问 那我简单说明一下 因为地方创生券 这次算是新加入的新朋友 新伙伴 那么我们也参考各个部会 相关的这些推动的 以往推动去年推动的情形 那我们地方创生加码券 这次是有20万份 一份是加码500 那所以大概这20万份的话 如果说在整个官网平台上 因为我们也是就是 就是成如刚刚 郑伟跟很多先进所提到的 就是不一定是你要绑定数位 只要你是有这个 五倍券的抽奖资格 通通都可以来抽 所以我想我们地方创生加码券 应该是有相当的几率 能够都完成 因为我们的店家 目前大概在1000家左右 大概跟原名爱原券差不多 差不多 那所以那个分数是稍微 就是设定在20万份左右 所以这部分呢 其实也是欢迎大家来共同 来支持我们地方创生的这个工作 让我们很多在地方扎根的这些的地方创生的店家 能够展现出他们的这些很多很精致的这些的产品 能够跟全民共同来分享 以上 好 谢谢国发会的回应 那接下来自由的先进 刚刚唐政委揭示了这个 等于是全民都有机会 连续四周抽抽乐 那我的疑问是说 这样连续四周的这个抽奖 当然因为为了鼓励数位 经济部前400人绑定 所以也就是说 简单来说 这一次如果我全部民众都透过数位绑定 我等于是可以连续四周最多抽 个人一人最多抽中四次 可是如果绑定数位就加好十卷五种 那没有绑定的只用纸本 然后可以上官网登记就四周 那差别是在这里 那我想请问 那经济部如果前四百万名 免抽签额满之后 要怎么处理 你们还会释出更多的这个券来抽吗 还有假设有一种情况是说 因为这个民众可以选四周 那民众可能就是会抢面额比较多的 那会不会造成说 面额比较多的它是爆满的 那其他事会有胜出 那这个问题我们先是不是就先请市长来回答一下 谢谢我们刚刚自由时报 这边问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现在这个好十卷是以四百 前四百万这个使用这个数位振兴券 为提供的一个对象 那当然这个怀念如果很热络的话 我们保留弹性 那事实上我们这一次的振兴五倍券 他接触的部分就是更好领更好用更刺激 那以这样的精神 我们会以弹性的方式来看 来整个后续的状况做最佳的一个处理 谢谢 我想以一个弹性的方式来思考 我们的整个活动的一个推动 那让这样的活动有更好用更刺激的一个情形来处理 对 我们不要把他这个讲的说排除或不排除 我想这个有弹性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好 那那个剩余的部分 好像会不会有人只勾两三个这样子 造成有一些 当然就是如果你真的只会用其中的两三种 当然你可以只勾两三种 或者如果你平常的消费的习惯 其实其中都应该如果抽到会用到的话 因为我们的目的还是振兴嘛 还是更刺激嘛 你其中如果就是你如果抽到还是都用得到的话 那当然是其中都勾是最有利的 因为就算你只勾面额高的 那也未必抽中 那对不对 如果没有抽中的话 那你就是中的数量又变少了 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七种你抽到了都有用的可能的话 那应该都是会有人勾的 不管它的面额是怎么样 那如果这里面有那么一两种你抽中了 但是因为平常的消费习惯生活习惯 或者你住的地方等等你大概不会去使用的话 那也可以那种不够这样 好我们时间好像差不多 现在可能剩下忠实的记者朋友 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有回答到问题 就是我想要问的是各个券的额度都不一样 那最后抽了因为民众登记的额度也不一样 最后抽了如果有剩余的话 是会统一再重新抽签 还是要怎么去处理有剩余的额度的部分 我刚刚是我想Betty刚刚的意思是说 每个部会都有可能不同的做法 有些是很有信心大概不可能有剩余 有些是如果有剩余的话 那他可能再抽等等 因为如果我们勾的人的数量不够的话 那另外一种想法是说 那他就所有的人都通通有奖 那通通有奖 那他的面额等等或许都可以调整 但是我们内部在讨论的时候 我目前还没有听到哪一个部会觉得说 他提供出来的券的数量 竟然勾的人不到那个数量 大家都还算蛮有信心的